玉里镇阿美族人口数 占玉里镇原住民族人口高达8成左右 阿美族的代表林彩英表示 就有民众反应 每次去洽工都会听不懂国语的状况发生 而圆明克克长回应 公所内虽然有阿美族人 但是不太常说 在会后会要求员工再加强 玉里镇阿美族人口数占玉里镇原住民族人口高达8成左右 阿美族代表林彩英表示 就有民众反应 每次去洽工会有听不懂国语的状况发生 如果说他们去圆明克去办事情 你们里面的小姐很吝啬讲母语 因为我的阿嬷他们根本就不会讲国语 她很吝啬的讲母语 那是怎么回事 因为已经跟我反应了很多次了 这个人又住在我们本 那个中华路 他说已经被打枪好几次 他跟我讲说代表你陪我去 我们讲母语 如果说不常讲的话 真的有时候还蛮难开口 那包括我自己有时候 我是 那我讲母语是没有问题 可是有时候会一些不了解的 另外副主席江文博 则是针对玉里的传统市场 人数越来越少 并且摊位出租少提出了建议 希望郑公所能够重视重新检视问题 希望不要因为租金问题 而不再继续在市场里 我们这个传统市场 已经一直在没落 都跑到外围来 来涉滩了 那这个 在这个传统市场内部的 这一个情况 你感觉到 要如何的 去把它 找出更好的诱因 引进一些 人潮进去 有了人潮才会有前潮 事实上我在这边 那我觉得我们玉里的农女 真的是很可爱 她宁可在外面的市场 在外面人家的乌眼下 她不用 要有钱 所以说我去了解的时候 一天大概在30块至50块 一天大概在30块至50块的这种钱 对她来讲应该是她没有压力 她没有压力的时候 她宁可在那边 因为她会 诺平每天就觉得说 我要缴这些租金 那么我在想 我们如何的让外围的这一些 我们讲的 就是现在自己家 跟做的这些小农 能够跑进来我们市场里面 预政公所针对市场方面 会在与地方居民沟通 以及摊位 针对他们的问题来解决 而恰公说族语的部分 尤明克则是回应说 未来会加强同仁的族语方面 会继续努力 达到双方都能够沟通 据知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好吗 嗯 嗯 嗯